好的,我们继续啊 把反面织完以后 再到正面 我们就有新的动作啊 好了,这个时候我们来数一下自己的针啊 看,2,4,6,8,10,12,14,还有15针 好,如果啊 我们现在实现先演练一下 如果我们按照之前的这种剪针的方法 这一针,现在一共15针,对不对 我们第一针支这两针剪去 好,我还剩两针啊 又支,又支两针去 四针,又支两针 五针支这两针去 六针支这两针去 只能这样啊 一针支 然后剩下的给它剪去 然后就完成了冒顶最后剩下的针数 剩下这些针数呢 应该说现在是它的最后一行了啊 剩下的针数我们给它会穿在一根毛线上 然后给它拉紧就行了啊 你看,第一针支 只要看见两针啊,就给它一起剪针 现在已经不看别扣了啊 支一针,两针并一针啊 看,又支一针 两针并一针 看,又支一针 你看,又是 one, two,两针啊 又并在一起支了 看,又支一针 这位置没办法 只能两针并在一起支了 好,现在你看你的所有针数啊 二,四,六,八,十 好,现在呢,我们就要将这十针啊 给它完完全全的用勾针 从一头啊,给它完全勾过来 就是为了让它有一个非常非常圆润的帽顶的部分啊 我现在就要完成这个操作啦 线呢,稍微留的长一点啊 然后再给它剪断 因为一会儿呢,还涉及到这个 在帽顶中间给它系好 所以我们尽量的是一个双线的这么一个啊 你看,大概是留四十厘米的样子啊 然后我们给它剪断 剪断之后,我们要给它穿一个 这样的针里边啊 缝针里 穿的时候呢,一定要把它完全的拉在 看,要拉 把这个,这个线啊 能活动这根线 要拉得比这根线的线根啊 再长一点点 看到了吗 好,然后 我们就认认真真的啊 将它一针一针的给它转移到这个 缝针上来 看到了吗 这个时候千万不能掉针啊 看,已经把它剔下去了啊 然后你就可以使劲地拉扯你的这个线了 好,拉扯完了之后呢 多余的别扣可以给它拿下去 基本上除了缝合以外 你的这个帽子的 这个主要的部分啊 就已经完成了 所有的别扣都给它撤下去 别扣好多呀 好,拉过来之后啊 我们要在反面啊 也就是 使劲地拉一下啊 也就是织反针的这一边 看出来了吗 我们要在这一边 我们要在这一边 把这个线条给它勾进来 然后在内部给它 系紧紧的啊 就形成了我们想要的 这样一个帽子的效果啊 由于我们这个线的特点 所以你看所有的花纹啊 纹理啊 你都是看不出来的 看从这过来啊 然后把这根线给它从里边啊 勾过来 勾过来之后 你看 我们要在这个位置啊 把这两部分给它 系在一起 那么它就会变得非常的结实了啊 一定要记在织反针的这一面啊 好了 现在我们把它挪到 翻到啊 织正针的这一面 你看它 效果呢 就是这个样子的 看到了吗 但是 还没完呢 我们需要给它做一个缝合 看 帽子是这样子 看到了吗 缝合的时候呢 大家看啊 我们是要这样的给它缝了 注意到了吗 现在 教大家来缝合这一部分啊 一定要用细针和细线完成 尽管我们之前这个位置啊 有针和线 但是不能用这个线来缝啊 从这剪断就可以了 因为这种缝出来 它会比较的粗糙啊 别扣不要了 我需要呢 我需要大家呢 在咱们的这个帽子里边啊 帽身里边啊 一定要垫一个东西 防止我们在缝合的时候 把这不小心给它炸透了啊 明白了吧 一定要垫一个东西啊 稍微等一下 垫一个本就可以 或者是 充电器这么大的东西啊 都行 就是防止一会儿不小心在缝合的时候啊 要扎穿了就糟糕了 对不对 好 我们一会儿呢 会把这儿啊 到上面这一部分 认认真真地给它缝好 这种针和线 我现在教大家来认真啊 哎呀 帽身的总体的部分 你看还剩下点线 我开始还愚意不够 大家只要是用和帽身颜色相近的浅色线啊 就可以 如果你没有这个紫色线没关系啊 你看我用的也不是紫色线本身的啊 所以只要是颜色反差不是特别大 比如说你白色帽子 你用一个黑色的线缝 那肯定会反差大就不好看了 但只要是这种啊 反差不是很大的线 没关系啊 你缝合的时候不会看出来的 我们一定要双线啊 然后在这打一个死结 然后一定要从这个位置往上缝 记住了吗 好 我们现在就正式的开始缝了 一定要按照你的这一部分的纹理来操作啊 其实我挺想把我那个非常大的这个东西放这 我之前的时候每次都用它 但是我害怕它 它把我这个帽子这个部分给撑变形了 所以底下的位置啊 我还是展示先用它吧 上边我再换那个小的啊 哎呀 看它用它爽多了 好 首先呢 我们需要把这两部分给它连接上啊 咱们能看到我缝吗 能看到太好了 好 在这位置呢 刚刚给它多缝了几针啊 就是为了让它变得比较稳固 然后我们就可以正式的缝合了啊 缝的时候你看 它是两部分啊 我们将这两部分 首先在这样啊 给它拍在一起 如果你拍在一起都看不到痕迹的话 那就是缝合的时候就会变得非常的容易啊 大家看 我这两部分都给它进针之后 然后小窍门来了啊 我左手的食指一定要放在缝隙里 而且把线拉好啊 这样就是为了让这些乱走的绒毛呢 被绑在啊 缝线里边 不至于跑到表面来 如果它们都在表面 会在这个重要的位置形成一道梗 就特别的不好看啊 所以这个小小的动作就解决了我们一直困扰的这个大问题啊 所以大家一定要用这个方法 拉线的时候不要太紧 如果你太紧拉线的话 会导致你后边的这一部分呢 被缝得很硬 只要是你的这个线啊 被淹没在纹理里边就可以了 同时啊 在缝合的时候我们要注意 不要缝得过于稀疏 两针 就是两次进针之间的距离 大概是0.5厘米左右 而且你进针的这个角度 与它的边缘位置啊 相隔大概也是0.5厘米左右 记住了吗 两个0.5厘米 你只要把这个重要一点明确了就可以了啊 有的时候甚至要给它打开来看一下位置在哪 你缝合的时候啊 这个动作也要有啊 记住了吗 就是这样认真的缝啊 但是如果你担心缝合以后有一些痕迹的话 没关系啊 下一个视频我会教给大家 怎样用一个非常简单而巧妙的手法 把这些缝合剂给它密合掉 下一个视频一定要看呢 那边有点像啊 那边有点像啊 感谢观看